成為房貸人後 最近有新開的印度餐耶 我們要不要去吃 好啊 我很好 反正一直都是偶爾被需要 我很好 反正一直都是偶爾被需要 工作做完了嗎 錢供用嗎 不是要搞錢嗎 啊 我很好 反正一直都是偶爾被需要 我很好 就算在浪 我也只相信外套 答應就能 我們就長話短說吧 我們今天要去收房啦 如果剛點進來的朋友 可能一頭霧水啊 建議大家可以去看這段影片 然後在Q&A那一集呢 也是有回答大家之前 關於新房呢 就是有文件在卡著 然後現在就P下來了 現在出發 這邊真的很偏 距離大企業的味道很遠了 這個是交物業費的地方 我們現在剛進來就要去交錢 交物業費 現在我們現在要幹嘛嗎 我們現在要剪財 你也要捡来吗 你不捡来 那老爸你跟我捡 两个人一起来 两个人一起 一边跟一个 然后说话 那我帮我们拿一下 嗯 我捡 你捡 不行都可以 不行 直接捡 好 好 一二三 好嘞 半个头 半个头 好 好了 好 有头 还有那个 对对对对 你看你先进来 这是要验什么呢 那门窗是不是好的 嗯 有的可能关不上啊 或是 哦 看灯 有没有坏 这边有个缺口 这个也记下来了 这么难开啊 嗯 这个没问题 对 这边都不错 我怕有三个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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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 还有这个不错 不错 不错 这边都不错 不错 不错 这个 夜房就这样了吗 就是看窗有没有坏 其实今天在夜宝的话,我们需要带综具,还有一个空骨锤,我们有一个墙,它有空骨的地方啊,干嘛的,没有可以画出来,人和人物在口。 那时候我在和设计师他们在写上一下,待会儿能够带自己的过来看一下。 现在的话,他们是在测试房间的一个数据,比如层高啊,或者,就是多少。 哦,就是多少。 对,我们测试了自己的数据之后,比如哪方面我们要改,而且我们要到时候乘重度啊什么,也要给我们看哪些地方能拆啊,干嘛的。 哦,这边这个距离是标志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呢,就是中国的这边收房呢,它就是这样,有点像裸房那样子,就直接收房了。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,就是马来西亚收房的,它有份减妆,金妆,还有全妆。 就是它至少会把地妆都铺好,然后油漆油上,然后卫生间啊,厨房啊,都帮你弄好好。 什么排水系统啊,电啊,都帮你安装好好,之后呢,你就可以收房了。 啊,全妆的话呢,你就可以直接提着一个包进去住了。 你们这边有没有减妆,或者装好,铺好地妆,还有收房吗? 有啊? 有啊? 有没有减妆房,可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都喜欢买这种,毛皮房装修。 因为装修其实是一个很个人的事情。 嗯哼。 你肯定要有自己的需求,是不是? 哦,我以为你们这边没有减妆哎,就是什么? 有啊,只是大部分人都不喜欢选,这些减妆房也不好买。 那我们这个算装一点吗?因为它有油漆。 它有油漆。 诶?这不是油漆啊? 这不是油漆啊? 蛤?不是油漆啊? 不是油漆啊? 我们之前没装太阳的,然后现在已经装了。 虽然这个是别人家的。 因为我们自己的看不到。 诶?所以太阳能也是免费的吗? 对啊,太阳能不要钱。 就是太阳晒你只要水就行了,把水晒热你可以用热水。 不是说它免费把我们装的吗? 嗯。 好像是我们这边政府要求,就是新仿路都要有太阳的。 哦,是吗? 它当时是什么?说是做玻璃栏杆。 哦。 然后后来又反悔了,成本问题嘛。 对,当时说是玻璃栏杆。 差不多了。 哦,行。 现在看也是。 现在看也是。 现在看是多了吧? 对啊。 哎,这手开开了。 这个,这个,这个之后应该不是用这个锁吧? 怎么可能是用这个锁,之后是电子锁,刷门卡。 哦,哦,它还没换啊? 没有,现在给你换那个。 为什么现在不换呢? 你不怕要装修呢? 你去装修的时候给别人装修工还是什么弄坏了不划算吗? 一般都是装修好了之后最后把那个装上了。 感觉今天咽了个寂寞,好冷啊。 对,今天除了很冷以外就是开房啊,关灯,然后咽也没有潮湿。 我感觉都非常的简单。 我都可以咽。 这个是我们买房的,然后他送了礼物。 哎,看一下这边。 你蹲到这边开呢? 怎么样?第一次捡彩。 可以,感觉很好。 铲子。 哇,还有个大铁锅。 这个礼物好烂啊。 我以为是会有好多个礼物。 没想到就这样。 OK,那么今天的说法vlog到这里结束啦。 如果以后想要知道我们之后的房子怎么设计怎么装修, 然后到住进去的那个步骤的话, 那么记得关注我的频道哦。 然后别忘记给我点个赞。 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 拜拜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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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